台北市长柯文哲表示 校园是疾病传播重要场所 台北市从幼儿园到高中 约有28万名学生9月1号开学 这会是相当庞大的人流移动 必须要戒慎恐惧严正以待 课后学习辅导 社团技能训练原则上是可以办理的 但是这种课外教学活动 特别是这种大型职位活动 原则上是还不要马上解封 至少让我看到9月30号再讲 所以说这段时间要什么大规模的校外教学活动 所以你们那些什么街舞的活动 校技的串联 还是要等一下 大型职位活动原则上还是用线上办理 那我们算了一下 大概目前统计说不到学校上课大概15% 所以 防疫价 但是我们也是尊重每个人的选择 也不会强迫说你一定要到学校来 我上个礼拜 去辛亥国小看一看 我们整个的线上教学还是 系统相当完整 所以 因为我们看一看这个 软硬体的状况 学校端大概没问题了 同学这边 所以我们也决定我们那个 BYOD计划 就是说 我们要让每个学生都有这个mobile device 这个计划可能要 提早完成 这样可以确保 学生这种线上 学习的能力 有点我也教到我们局长 大概 不管是一个礼拜半天还是两个礼拜一天 就算学生来学校 我们也可以要开始要练习这种 远距教学的模式 这几点 第一 我们要让我们的学生开始能够这种 远距的开会 远距的上课 这种能力也是要从小开始训练 在学前幼儿教育的部分 就是 幼儿园 幼儿园用餐以后要解雅的问题 那这个我们是有条件的同意 但是一定要考量比如说洗手台设置的情形 要采分流保持社交距离来进行 甚至如果说因为这个洗手台的数量 设置 有点少有点困难 那我们是建议说幼儿园可以在 取得这样同意 以班上的这个个人 开水来漱口 来减少这个飞沫 这个交叉船人的机会 那在国小的部分 我们客户照顾社团原则继续可以来办理 另外克文哲表示根据国外研究 不正确的隔板使用反而会增加软移风险 因此在学校吃饭再拿出隔板就好 且用完要清洁消毒并收好 一般上课只要维持佩戴口罩 并保持通风良好 就不需要再使用隔板 记者问君台北报道